真正的穷是心态 世间没有钱不穷 心里没有佛法真穷 很痛苦的 所以我想各位 不要看他们外表这么漂亮 但是一直要回向给他 回向给他 希望他心里跟我们一样 有佛心 所以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当你念佛的时候 要把佛放到你的心 然后再从你的心 把佛的心放在他的心 这样好不好 要这样修 就是说你的心变成红色的 大爱的心 大爱 然后从你的心 把佛的心给他 这样 所以各位现在做了很多善事 喜欢布施 你要把布施的心 透过你的心 融入给他 布施给他 你自己不要留一点点 这个叫空性 如果你觉得你在布施 别人不知道 对你也会伤害 因为你有个执着 有个执着 你这个心态就不圆满 所以我们布施的时候 要有 念一下 三轮体空 这个三轮是转法轮 第一个 没有一个我在布施 第二个 没有一个你在被我布施 第三个 没有这个钱的大扫 东西 那这样你就不会执着 不能说 我给他一万块 你看他看我不看一眼 你心里又起烦恼 布施又起烦恼 就没有智慧 所以佛教里面所有的功德 是来自于智慧 布施 持戒 忍辱 是为了 要让我们有一个 无我空性的智慧 那这样才成为 成佛的资料 念一下 福会双修 对 悲至双运 所以我们看到 听到 别人痛苦 众生痛苦 我们想要去帮他 这个叫悲心 有这个悲心 随缘做 但是做完以后 这个功德呢 什么叫空性 念一下 回向众生 回向成佛 不要光回向儿子 孙子 你要回向给众生 那这个众生 无量无边 假设众生有一亿个 你不吃一块 你回向给众生 就变成一亿的功德 因为对象 但是回向众生 大家都有钱吗 有钱反而会 妥胎在黄金海岸 会每天这边洗澡 晒太阳也会浪费 出生在没佛法的地方 还要回向佛道 就是可以成佛 可以修行 所以在那里是 回向众生 回向成佛 不但自己成佛 希望对方也成佛 那你所做的功德 这样回向 那个功德就不一样了 就像说 一般人点一盏灯 供在佛前 功德很大 但是有这种心态 这种圆满的心态 去回向 等于点一盏盏灯的功德 要不要赚大一点 要赌就赌大一点 要做功德就做大一点 这个大小不是钱多 而是心量广大 所以玉皇大帝的守五戒七德行 让他做玉皇大帝 上帝呢 除了五戒七德行 又加上了 念一下 四无量心 上帝爱四人 他很强烈 慈悲喜舍 四无量心 所以他做上帝 但是如果你做了 又能够有一点放得下 那你又到色界天更高了 但是佛陀呢 这些都做好了 但是安住在无我的空性 跟平等的大悲 为了让众生成佛 所以他叫佛 叫三界导师 超越了三界 所以意思是说 每天我们大家都在做善事 但是要把这个善事 变成一种大功德 而不是说 比钱多钱少 当然你有很多钱去布施 那是你的福报 这样比较快成佛 布施十块跟布施一万块 当然福报不一样 你救一只小鱼 跟救一只大鲸鱼 那当然不一样 因为大鲸鱼被杀的过程很痛 而且这个大鲸鱼来报仇的时候 会成为一个大魔王 对世界伤害会很大 事实上就像一个大台风 都是一个大魔王在带动 所以当然 但是无论大或小 如果今天你布施一千万美金 结果你不懂了佛法的三轮体空 回向法界众生 那你是布施这么多福报 你下辈子很有福报 但这个有福报不见得让你学佛 那就惨了 因为福报太大会骄傲 这个叫天人骄慢 骄慢 一骄慢 他就 反而再损福报就对了 然后不小心他就做一个大老板 大皇帝 大领导 这下惨了 因为造的杀业会更重 所以在佛教里面 再备一次 心如黄金 身如乞丐 我们内心里面保持慈悲 善良 为众生念佛 做善事 但是呢 外表呢 随缘 因为如果你喜欢比较的话 你就会很痛苦 如果你能够知道说 我利用修行来降服我慢 就像各位要经常拜佛 对不对 老实说了 上了年纪能够拜 能够拜佛就已经不错了 有时候已经拜不下去了 所以 那各位要经常拜 拜就把头放在地上 然后消除自己的骄傲 傲慢 而且把自己奉献给大地土地 这个意思了 土地上的所有众生 一只小蚂蚁 都是我的父母 像我自己我老实说 我师父常跟我说 你帮助的众生你都要拜他 你血牌位的众生你也要拜他 因为没有对方 你没办法成佛 再来 也因为有对方 你才能够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所以 那就像个医生吧 一个医生把一个病人医死了 医不好 医生要有惭愧心 现在很多人叫我们叫法师 好像什么都会 事实上 你也会痛 我也会痛 但是因为你是法师 因为别人供养你 但是问题是 没那个能力 所以 尽力念 所以我在外面不会 外面我会表达比较庄重一点 不能跪在那边念 但是如果我在房间 我写一个牌位 我就跪在那边念 那么我就要替他念 就像替爸爸妈妈念一样 但是我发觉这样 一方面可以降服自己的骄傲 这没什么了不起 只是我 这是佛的力量 然后希望对方 搞不好他有个冤心在主 被我感动 因为我是贵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曹玉田医师 响应防疫性生活运动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落实每一个防护细节 就能安心生活 享受生活 当民众前往菜市场 夜市等户外购物环境时 请务必注意下列两点 一 随时保持手 一 随时保持手部清洁 用肥皂勤洗手 或自备酒精干洗手 二 保持社交距离 或全程佩戴口罩 另外 用餐建议可优先选择有梅花座 或具备隔板的店家 降低人潮群聚的风险 最后提醒大家 若出现发烧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请被戴口罩 尽快就医 并在家休息 不随意趴趴躁 启动防疫性生活运动 日常生活 安心 没干脑 观音的慈悲 观世音菩萨心咒 Ong Ma Ni Be Me Hong 总设了一切教法的精华 实诵时 因犹如孩子呼唤母亲一般 如此将能迅速感得 诸佛菩萨的加持 当然 究竟来讲 Ong Ma Ni Be Me Hong 是观音菩萨发了 愿力 六道众生 都可以进入佛的净土 都可以断除烦恼 消业障 发起菩提心 这就是观音菩萨的任务 观音菩萨的愿力 是希望 倒架持行的意思是说 他早就已经解脱成佛了 过去正法名如来 但是 他陪着我们受苦 所以 希望这些 受苦的友情 没有一个他遗漏掉 都带他到极乐世界 让所有众生最后都存 我们祈求观世音菩萨 加持我们的心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 清净的悲心本来就存在 只是我们覆盖他 我们没有去培养 甚至我们用我们的烦恼 所谓知识分别 去伤害到他 所以当我们念 做红玛尼变灭红色 他又回复了 上海 绿渡母心咒 万世音菩萨帮助众生离苦 也现出绿度母的形象 常念绿度母心咒 能断除轮回痛苦之根源 免除一切魔障 也能够去除瘟疫种种病苦 消除世间一切灾难 增长寿命 福慧 凡有所求 无不如愿 灵硬如想 所以西藏人更喜欢念绿度母心咒 我们平常也常念 人倒露取得到 查子 律度母为藏米中 罪易相应的本尊 若能专念受持 在遭逢危难时 必能蒙菩萨救度 成就所愿 能断生死轮回 除一切障碍 病苦 命中往生极乐世界 奥而言 犀利 犀 Oops 房entre 它的 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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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犀利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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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